姐姐被蛇咬 媚毒发作 为保他清白 母亲将我毒雅送给蛇王 换取解药 蛇王欲念无度 唯独对我宠爱有加 日夜吃禅 封我为后 姐姐却落下蛇毒后遗症 面目可不 悲惨一声 重申后 姐姐将我推落蛇坑 主动献身蛇王 企图换取富贵荣华 蛇王血眸一鸣 勾纯一笑 极好 而我被当朝太子所救 迎入宫中 我与太子洞房花竹叶 蛇王捧着新鲜PO出来的内单 夜闯寝宫 鸟鸟 是无的聘礼比不上皇帝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重申醒来 我发现自己正被困在蛇坑里 浑身冰冷又黏腻 像极了上辈子蛇王那所求无度的唇 在身上游离的触觉 下半身因难产带来的剧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触目惊心的恐惧 头顶是滂沱的大雨 脚底是泥泞的深坑 和四臂盘错焦底的黑蛇 一抹桃红立在坑边 驱高临下的对我得意大笑 就这月色 我认出那人正是我的姐姐桑芸 好妹妹 别怪我 要怪就怪我命不该绝 说完 她还把枯草和树枝往坑里扔 惊得群蛇四窜 发出害人的嘶鸣 我吓得左右躲闪 顿绝头晕目眩 伸手摸了摸小腹 孩子没了 而我 重生了 想起重生前发生的一切 我恨得咬牙切齿 上一世 得知我怀了身孕 本就占有欲 极强的蛇王 更是对我寸步不离 不料蛇族与娇人在东海爆发事端 姚渊身为蛇王 不得不出面解决 临走前 她把最信赖的暗卫留给我 暗卫却早与后宫蛇女四通勾结 自我入主蛇宫 受蛇王毒宠 蛇宫粉带无颜色 蛇女们皆恨我入股 她们怕急姚渊秋后算账 又不想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到在我灵盆时下手 给我安排的产婆 正是我那落下蛇毒后遗症的姐姐 桑芸 蛇王浴血奋战 素叶赶回 终究来不及见我最后一面 留给她的 只有一张干涸的血踏 一个凉透的我 以及一具死胎 姚渊暴怒 当场掐断了姐姐的脖子 血洗后宫 灭了所有蛇女 和背叛她的暗卫 最后 她抱着我腐败不堪的失手 福度自尽 而我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惊得说不出话 从前我以为自己 只是遥远宣泄的工具 不曾想过她这般痴情 竟在我死后 选择随我而去 如今 我和姐姐都重生了 一起回到了 姐姐被蛇咬那日 这次 姐姐先发制人 将我推落蛇坑 焦好的面庞 露出与上辈子一样 百毒的冷笑 这个蛇后 我当定了 妹妹就安心喂蛇吧 姐姐定是想截足先登 接近蛇王 换取荣华富贵 受一世恩宠 可她并不知 蛇王磨人的手段 我一个哑巴 都被她折腾得死去活来 蛇王欲念无度 夜夜纠缠 她喜欢用冰冷的手 控住我的脖子 指腹压在我的喉结上 感受着我的声带 因她双倍的动作颤抖 星红的血眸 随着我的求饶 变得愉悦 终活一次 我只想远离那条贪婪的蛇 姐姐既然这么想要这份福气 那这个蛇后 就让她当去吧 蛇坑里到处爬满黑蛇 这种蛇又明媚蛇 虽不致命 却自带情毒 上辈子姐姐被咬 通体散发一箱 勾得十里八乡的兽人 躁动不安 而如今 身处蛇坑的 我只能任凭黑蛇步步逼近 缠上我的手脚 嘶嘶鸣叫 望着洞口落进来的月光 我的内心只剩绝望 与其被吸引来的兽人 凌辱至死 不如自行了结这份痛苦 此时 头顶的倾盆大雨 似乎突然停了 一抬头我才发现 是一把油纸伞挡在洞口 遮住了雨水 直散的手清冷洁白 清香入洞 那只手的腕骨上 挂着一串佛珠 弹香萦绕 气人心脾 瞬间当清了心中的杂念 就我 我听到喉咙发出久违的声音 眼眸请客擒上泪水 嗓子还在 这辈子我还未被毒哑 我想活 我攀住那只探下来的手 如抓住救命的稻草 隐约听到上方有人惊呼 太 少爷 这一个男人跳下舌坑 将我就起 他小心把我拢在怀里 抱上骏马 朝那巍峨的城楼 扬边去 回宫 另一边 同样重生的姐姐桑云 在河边端向一番 恢复如初的美貌 便急不可耐地奔赴蛇宫 她跪在蛇王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 恳求她赐自己的妹妹解药 愿意为此尾身伺候她一辈子 蛇王摇冤一袭红衣 闲散地倚在软榻上 鸿蒙微眯 哦 你说被咬的人 是谁 回蛇王 是我妹妹 桑鸟 带路 等二人回到蛇坑 我早已不见踪影 坑内只留下淡紫色的碎布 以及一抹若有若无的 檀香 人呢 阴冷的声音如阎罗所命 桑云吓得跪下 颤声道 妹妹 定是跑掉了 想起上辈子伪装成产婆 混入蛇宫 目睹妹妹受到何等娇宠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过的是何等富贵日子 羡慕不已 她又羡慕道 小女子侵慕蛇王已久 不为求得解药 也愿留在您身边 男人盯着洞底的碎布 俊美无仇的眉眼催上寒霜 什么都愿意 桑云喜严 对 而我被当朝太子玄荣所救 他溜出宫打猎 没想到猎了个我 回宫后 他将我安置到后山蜜泉泡澡 这宫中的泉水果然不简单 四肢百骇被暖流包裹 心皮舒畅不少 我渐渐松下紧绷的神经 想起对这位人族太子 为数不多的印象 那是上辈子 在蛇王与我的大婚言习上 蛇王大婚 宴请四方 其中包括人族的使者 太子玄荣 他身着玄衣贵符 带着夜明珠前来祝贺 姚渊却对这位人族太子 相当不客气 连他的酒都不解 太子不以为意 无视蛇王的无礼 侧身给我敬酒 我还记得 当时他双手持斩 温雅有礼 手腕的佛珠微微晃动 淡色的唇在记忆中清起 见过 扫扫 思绪回龙 我不知在温泉里抛了多久 脑子昏昏沉沉 眼皮重地抬不起来 突然 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全边 四周热气缭绕 看不清来人的面容 隐约可见一席悬衣 宽肩斩腰 似乎感觉到 一道危险的目光 透过水雾 死死盯着我 上辈子形成的身体反应 让我误以为是摇冤 等回过神 我立刻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此处乃人族皇宫 守卫森严 那条坏蛇 怎可出现在此 既然如此 想必来人是太子吧 我深知这偌大的身宫 太子就是我唯一的靠山 于是故作柔弱 挪不到全边 拉着那人垂落的衣袍 软身道 谢谢恩公 感觉好多了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 下一刻 我被推入拳中 水花似箭 我被热水枪住口鼻 一只大掌将我从水中捞起 熟悉的花香扑面来 我吓得浑身站立 怎么可能是他 上辈子 姚渊曾为我酿过一坛桂花酒 当时我嫌他通体冰寒 不洗他碰 扣住我的下颌 把刀喂给我 那浓烈的桂花香 跟眼下的味道如出一辙 没等我辨认清楚 我的后背被粗鲁抵在石头上 皮肤磨得生疼 嘴唇被肆意碾压 呼吸被彻底掠夺 有不明之物 在水下缠上我的腰 舔是我的伤口 鸟鸟 哪里感觉好 我不敢应声 身体发软 双腿抖得快站不稳 只能勉强移在拳臂上 明明以终活一事 明明拥有一副崭新的身体 可为什么 当蛇王逼近 我依旧心慌意乱 他亲密的动作 立刻唤醒我 无法忘却的记忆 上辈子我出入蛇宫 蛇王正直闭关退脾气 后宫的蛇女见我容貌尚可 担心蛇王日后独宠我一人 便决定将我除之而后快 他们命我给蛇王送滋补药品 并把令蛇王发狂的香料 混入其中 蛇王闻到香料后 蛇性难溢 将我拽进寒冰洞 他下手失了轻重 我整个人被摔进寒毯 潭水追心刺骨 比我跪求母亲 别把我送给蛇王 那个晚上还要冷 我的意识逐渐涣散 久死一生之际 一口活气被镀进唇间 冰冷的蛇滑过我的上颚 追逐我的舌尖 还狡猾的舔过我的唇 戏弄够了 那人又松开了手 我下意识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拼尽全力攀住对方健瘦的肩头 可掌心下光滑的触感 让我抓了个空 身体不断下坠 当我以为自己快要窒息 一条粗状之物牢牢缠住我的腰 将我带到岸上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等缓过神来 才知自己身处何处 顿时汗毛倒数 月光下 一条刚完成褪皮的大蛇 蜿蜒在檀边 通体雪白 如泛着柔光的绸缎 锋利的鳞片光节增亮 染上月色 宛若碎铺附体 那是极致的恐怖与美丽结合的存在 象蛇 异象龙 只是那隐没的毒牙 矫健有力的蛇身 无一不彰显着力量 大蛇双眸微合 似乎一睁眼 能请客咬碎我的喉咙 将我生吞 四肢渐渐回暖 我一点点往后缩 企图逃离眼前的旁然大雾 不料踩到一片落叶 轻微的岁月声 惊醒修气的蛇王 星红的眼眸舒然睁开 阴质幽深 视线在我身上游离 我拼命逃窜 脚踝却被冰冷的蛇尾缠住 拽了回去 巨蛇将我卷到怀中 用脑袋不断青蹭讨好 谋色愈发灰暗 我吓得机遇昏厥 白雾四起 身上的束缚消失了 银蛇化作一出尘绝世的男子 一头银发 鸿眸如血 颜尾起立 他紧紧搂住我不断落下 霸道凶狠的吻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 我从未离开过寒坛洞 蛇王乐于以不同形态戏弄我 每每我以为自己要窒息而亡 他又联系地给我 未尽续命的甘铃 蛇女们以为我死无葬身之地 早已被发狂的蛇王生吞活泼 正谈官相庆 我却被蛇王抱着走出石洞 众人大害 纷纷扶地 齐声祝贺 蛇王成功渡劫 褪皮飞升 丝毫不敢打量蛇王的赤身裸体 以及上面令人面红耳赤的抓痕 洞内唯一幸存的布料 接近数披在我虚弱的身体上 从此 蛇王独宠我一人 我在蛇宫成了一蛇之下 万蛇至上的存在 只是这条蛇所求无度 将我越拽越深 泉水很热 孤注我的部分又滑又冷 冰火两重天 眼下的霸道纠缠 唤起记忆中的暧昧浅犬 我难以自控 失控的物业求饶 水下的那东西却把我越缠越紧 生怕我离开似的 我彻底昏了过去 别 姑娘是梦见什么吗 我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华丽的大床上 房间内尽是公平御用之物 哪还有什么大蛇 姑娘方才晕倒在蜜泉边 还好婢女们及时发现 这声音轻润温和 此处是孤的地方 没人能伤害你 难道是我做梦了 我定睛一看 床边坐着一悬一美男 正是我的救命恩人 太子玄荣 堂堂太子殿下 竟亲自照料我一名奸女子 还把我安置在自己的寝宫 先不说传出去有多不堪入耳 光是不合理数的罪名 我长八百个脑袋都不够掉 太子隔着被子将我扶起 从宫女手中接过温热的药扇 来 喝点驱寒暖皮的汤药 他 还要亲自为我喝药 我诚惶诚恐 一个屁颠从床上翻了下来 扶手贴耳 双手合十 头也不敢抬 民女有失礼数 望太子恕罪 之前在宫外 尚能装作不知晓他的身份 套个近乎 眼下房间里 占满了不敢言的太医 不敢关的宫女 以及不敢议的公公 一屋子的大活人 我总不能装成瞎子吧 头顶传来无奈的轻笑 玄荣弯下腰 扶我起身 鸟鸟 是姑吓着你了吧 我抖成筛康 不敢抬头 他叹了口气 平退左右 才张口道 有一事 还请姑娘帮忙确认下 他说 此事可能对我有些冒犯 我愕然 太子要做什么 用得着提前向我请示 见我发愣 玄荣不再多言 他轻轻脱下我的外衣 让我转过身去 然后他用一柄玉扇 轻轻撩开我的蟹衣下摆 后背凉嗖嗖的 只感觉到 一道炙热的目光 有溢在我的后腰上 我的腰窝上 有一枚诡异的胎记 小时候 母亲找算命师父 替我看过 那人说我是不祥之人 虽一生顺遂 但会耗尽身边人的福气 从此 母亲和姐姐 看我的眼神大不如前 三家出了个 祸害他人的孽障 三家小女儿 是个不祥之人 诸如此类的谣言 不进而走 为此 我们被逼搬了好几次家 直到遇到一位半仙 他指着一处 轻烟营绕的山 指引我们搬到那附近住下 正是蛇王遥远管辖的苍山 我们在那一住就是八年 母亲总说 姐姐是富贵命 是人中龙凤 一家子都得仰仗他飞黄腾打 而我只是一粗批野丫头 稍有不对 就遭他鞭斥责骂 被主妇少给姐姐丢面子 如今想必 姐姐应该到蛇宫了 不知是否异常所愿 姐姐貌美 蛇王荒淫 说不定两人看对眼呢 一想到 那清冷寡情的男人 会如何折磨我那肤白胶软的姐姐 我忍不住审笑 蛇宫的富贵 能支撑他扛多少日呢 姑娘在笑什么 民女怕痒 我思绪回笼 发现太子想替我整理衣物 下意识躲开 他耳锅透红 轻渴两声 方才冒犯了 你身上的胎记 姑姑 我的肚皮不合时宜的响起 太子打住话头 倾意一笑 是姑考虑不周 姑娘先用膳吧 用膳 甚好 我连忙欠身谢过太子 鸟鸟不必与我这般客气 我当时脑子里竟想着 待会儿会有什么山珍海味 忽视了玄蓉话语中的亲密之意 万万没想到 这一顿 差点把我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命 给吃没了 宫女开始布菜 我正惊危坐 品质腰杆 满心期待 玄蓉清敏清茶 在一旁宠溺地看着我 打头阵的是小而精致的餐前小点 接着是一道道 玉厨精心炮制的名菜 菜是以刺牌命名 色香味俱全 精致得令人不忍下快 正当我准备撸起袖子猛弓 玄蓉摁住我的手 莫急 先饮热汤 几名宫女 合力抬了一个大炖钟上来 热气蒸腾 味道 这也太腥了吧 气味直窜天灵盖 熏得我差点当场作呕 一旁的宫女却若无其事 询问是否立即盛汤 仿佛除了我 全场无人闻到这股腥味 中盖被掀胎 腥臭味瞬间填满整个房间 腹部难以抑制地抽搐翻涌 我扶住桌边 再也憋不住 干呕起来 玄蓉担心地看过来 我挣扎起身 探头一看 那飘着淡油的雕花大炖钟内 滋补名贵的药膳 炖得软烂十足 而主菜 赫然是一条白蛇 伸手分离 已被大蟹扒快 语 看到那蛇头和蛇尾时 我当场吐了出来 整个人贪软在意 双腿无力 直到吐到黄胆水 机遇干涸 这是蛇 难不成温泉那条蛇被炖了 非也是白膳 活血滋补 我莫名松了一口气 玄蓉不嫌我一声误会 边替我擦拭 边换来太医 这太医不来上好 一来隔空一把脉 整个人扑通一声跪下 恭喜太子 老太医激动不已 不断磕头 见喜了 哇 恭喜太子 等等 你说谁见喜了 我 太医你要不别隔着红线再覆诊一下 我恨不得踹台屏风 撸起袖子 让太医再把把脉 自证清白 我与太子小葱半豆腐 一清二白 这不是纯纯 让他喜当爹吗 果然 太子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挂不住 这几日 宋明贵药材的人 快踏平东宫的门槛 太子把一个民间女子捧在掌心 带她如珠如宝的消息 早传遍宫内外 太医还为自己捡了个头彩 一个劲的恭喜太子 贺喜太子 他估计想到陛下和皇后知晓后 会如何重赏自己 嘴角就没下来过 MBSP 玄蓉太子挥了灰旋色衣袖 散退了闲杂人等 他沏了杯茶 一口未饮 您的长孙明年也带进太医署了 又叹了口气 姑会替您照看他的 太子所言是什么意思 太医的笑容僵住了 在鱼盾也听出不对劲 太子把茶杯一扬 茶水全泼到地上 房梁高处传来异动 我吓了一跳 偷偷抬头 几个身着镜服的黑衣人 匍匐在屋顶 他们正视太子的暗卫 暗卫见茶落 立马亮出暗器 盯着无措的陈太医 随时准备出手 太子这是要灭口 我大气不敢出 冷汗直冒 害怕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一想到陈太医年过花甲 此时还不知刀悬脖子上 谁能救救他 门外呼而传来通报声 皇后娘娘驾到 太子他娘也来了 皇后一来 太医得救了 他不知从哪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赶到东宫 赏赐了在鬼门关 走了一遭还不自知的陈太医 母子俩平退了左右 在殿外的花园闲停信步 赏花品茶 梁上的高手消失无踪 如从未出现过一般 而我被迫躺回床上休息 开始仔细回想 入宫至今发生的种种 总觉得有不合理之处 我根本没和玄荣在一起 或者说重生后 我根本没碰过一个男的 怎么可能凭空怀上 难道那次晕倒在秘犬时 不能够吧 就算上辈子没顺利诞下哈 好歹自己也是成过婚的人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不是太子 难道是一条不合十一的白蛇 闪过脑海 腰窝上的胎记误然发烫 不可能 寿人未受邀请 私闯皇家地狱是死罪 蛇王再色胆包天 也不至于做出这等荒唐事 没等我理清思路 太子和皇后已经结束谈话 皇后把我招到跟前 不愧是前天下第一美人 玄荣完美继承了她母后的美貌 两人站一起宛如姐弟 皇后握住我的手 秦真一切 你和荣儿的事 本宫已知晓 她语气温和 说出来的话却一句比一句害人 如今你有皇家血脉 无名无姓跟在荣儿身边 实属不妥 她亲密地拍了拍我的手背 把太子拽到跟前 明日 本宫奏请陛下 册封你外姓郡主的身份 什么 我要当公主了 与太子尽早完婚 我 皇后前脚带人离开 我后脚拉住了太子 到底她和皇后娘娘说了什么 她虽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我俩无感情基础 怎能因太医的乌龙 误打误撞结为夫妻 玄荣瞧我急得跺脚 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 与姑成婚 鸟鸟当真如此不情愿 太子的声音如坠冰叫 我的心搁灯一下 是民女不配 这天下 能娶你的 只有姑 太子慢慢道出缘由 原来十几年前 战兴师曾补过一挂 挂项表明 取身负凤印者 能得天下 凤印 是指我那丑不拉几的胎记 太子点点头 原来 我并非不祥之人 还是命定的太子妃人选 没想到活了两辈子 到头来还逃不开工具人的命运 这个时代 无权无视的老百姓 命如草芥 还不如做一只无拘无束的兽 更加畅快 玄荣见我垂头丧气 突然俯下身 她骨节分明的手捧住我的脸 眸光温柔似水 倘若我说 这些皆是应对母妃和宗室的说辞 哪怕知道你有了旁人的孩子 哪怕知你心不在此 孤祥娶的人 只有你 谈香浮动 太子墨色的眼瞳 映出我疑惑的神色 鸟鸟 我等这天许久了 她温热的指腹 压在我的唇上 这次 我不会放手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 想仔细询问一二 玄荣却坚口不谈了 她承诺 若非我愿意 绝对不会在夫妻之事上强迫我 这君子的态度 不比那条放纵无度的色蛇要好 更何况 当太子妃比当蛇后强太多了 人族占领幽沃地狱 皇宫春暖花开 四季如春 蛇宫地处南疆 英语潮湿 诡诀幽深 亦得老寒腿 太子尚未纳妾 无需与其他女子名争暗斗 我无需履行夫妻义务 不会被半夜弄醒 折腾到天亮 还能领太子妃的月前 为筹备婚礼忙碌起来 当礼部前来询问我家中情况 想到母亲的抛弃 姐姐的陷害 我坦然道 无娘家 无邻里 无兄弟姐妹 对她们 我早已心死 我也曾对她们从过期盼 上辈子我曾偷溜出蛇宫 逃回家中 却发现已人去楼空 向左邻右舍打听一番 方知母亲为了治疗姐姐的后遗症 卖了房田搬走了 她有提过她的小女儿吗 那时我已被毒雅 只能蒙着面纱 笔划着手势 想问个明白 那个不知所踪的 邻居大婶压低嗓门 听说原本蛇宫要的人 就是那个年长的 结果做娘的 竟把小的那个丢给蛇王玩弄 也是个拎不清的娘 天天做白日梦 想着将大女儿送进宫 一招飞上枝头变凤凰 小女儿不过顽劣一些 说放弃就放弃 不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吗 怎能如此狠心 原来是我替姐姐承受了这一切 上辈子我听了这话 彻底觉了对家人的念想 浑浑噩噩走回蛇宫 从此心死如灰 这一事 我阴差阳错被太子所救 不费吹灰之力 嫁进东宫 上辈子母亲求之不得的富贵梦 如今唾手可得 真是可笑 皇后得知我的情况 亲自询问下聘之事 本宫知你命苦 如今你已是陛下亲自册封的郡主 该有的牌面不可省 我点点头 行 聘礼都搬到我这里吧 自己的聘礼 还是自己收着最安心 一箱箱的金银首饰 绫锣绸缎 奇珍一宝被抬进郡主府 堆满大厅 罩得房子亮堂堂 婢女们心献不已 太子和皇后对郡主真好 我们跟着您 以后都是好日子 面对满屋子的金银珠宝 我却想起上辈子蛇王下的聘礼 那是一串毫不起眼的牙链 姚渊说 每位蛇族都有一颗最坚硬的丽牙 她送我的牙链 是由她祖祖辈辈的丽牙结穿而成 是她的传家之宝 必要时能给予一族的伤害 只是姚渊没想到 我最后死于同族背叛 手足之手 郡主 清点完聘礼 小娥问我是否要一并过目 大婚家宴的宾客名单 皇后说若有什么遗漏 告知里不即可 这几日相处下来 最懂我心思的 要属这个古灵精怪的婢女小娥 呈上来吧 宾客名单长达数十页 前面是人族长老官员的名字 后面是各个兽族派出的代表名单 一个熟悉的名字落入眼底 蛇族代表姚渊 果然在宾客名单中 看到蛇王的名讳 我最后的身份 与姚渊一同出席我的婚宴 错了错了 小娥惊呼 这份才是太子殿下批复过的 她呈上另一份几乎一样的名册 只是某一页上 多了两笔诛纱批注 姚渊二字旁 是一个大大的城 婚前数日 我不得安眠 可恶的大蛇屡屡入梦 纠缠不清 在梦中 男人粗大的蛇身将我紧紧缠住 一遍遍质问我这辈子为何不要她 娘娘 你为何嫁她 事无哪里不如她 还是哪没做好 我在梦中大声斥责她 上辈子从不尊重我的感受 从来只图自己的快乐 大蛇一听 颓然地松开我 委屈地盘成一团 上辈子 要不是你突然离开 我和腹中的孩儿不至于惨死 蛇王脸色煞白 当时东海内乱 娇人作恶 无不得不 她薄唇颤动 长节低垂 无当真不舍离开你半步 姚渊说过 东海是她母亲生前最珍惜的地方 若无东海当初的收留与庇护 挺得大肚的蛇女 早死在半路 我忘了自己 后来在梦中如何应答 只觉醒来浑身酸痛 太子察觉我最近精神不振 提出带我出宫散散心 我不愿出宫 生怕在外头碰上那条坏蛇 太子只是区区人族 从武力直看 完全打不过骁勇山战的蛇王 玄荣又提议 带我去打猎 又打猎 你们施家子弟咋那么爱骑马射箭呢 他补充道 只是在皇家猎场内狩猎 不必担心 没想到刚进猎场 就遇到擅闯之人 一个老玉跌跌撞撞 扑到太子的马前 见太子下马 老玉一把抓住他的悬衣下摆 嗷嗷大哭 太子殿下 草民终于见到您了 身旁的护卫赶紧将人拉开 我跟在太子身后 探身一看 顿时恶然 那衣衫褴褛的疯婆子 正是那我老母亲 母亲丧事以头枪地 爬到太子脚边 抱住他的长靴 太子殿下 求您救救我的女儿 他未救妹妹进了蛇宫 至今杳无音信 下落不明 他浑浊的瞳孔 生出恨意 我女儿桑云才冒双全 贤良淑德 本有意入宫为秀女 不曾想到遇到这种事 姐姐不是说了 要替我去当蛇后 想进荣华吗 桑氏 我俯视几乎崩溃的女人 你看看 我是谁 老玉颤巍巍地抬头 看到我这张脸 目自欲裂 你你你 不是死了吗 她指着我的鼻尖尖叫 我还活着 让你失望了 我的好姐姐 怎么没把您 接近蛇宫享福 母亲似乎想起什么 突然捂住下腹 痛苦不已 不断打手 捶打自己的脑袋 我不去蛇宫 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然后疯疯癫癫地逃走了 地上还多了一滩 可疑的水渍 提到蛇宫 她竟下尿了 照理说 姐姐重生后 执意取代我上辈子的位置 主动现身蛇王 只要得到蛇王的恩宠 日子到底不会太差 难不成后宫那些蛇女 整治了她 蛇女各个貌美 妖里妖气 深谙查意 姐姐的心机深重 露死水手还说不定 玄荣以为我受到惊吓 当场拖下她的大肠 或我上马回宫 两人同其一匹 谁也没留意到 方才停留之处 飘落了几朵桂花 直到马蹄生完全消失 一条白蛇 悄然从树上爬下 此时但凡有人路过 定下的肝胆剧烈 周遭的蛇虫鼠 已因蛇王的出现 吓得四处逃窜 大蛇摇身一变 化作一红衣青年 银发如铺 眸光炼焰生姿 如玉的手 把玩着一段淡紫色的碎步 她低头清秀那女子之物 眼神愈发痴迷 鸟鸟 无送你的贺礼 可还满意 为方便婚礼筹备 皇后邀请我入宫赞助 各部为了太子的大婚 盲成一团 我除了学习礼仪 熟悉流程外 成了最清闲之人 心底却愈发不安 婢女小的说 这在她老家叫婚前恐惧症 这小家伙 嘴里成天迸出 闻所未闻的心词 我问 这个什么症 能治吗 要开什么药 不不不 她白白手 在我们那里是常见病 不用吃药 自己会好 还教我一些 她家乡缓解这个症状的法子 什么按摩 喝花茶 泡澡 看折子戏等等 我跟着小鹅折腾了一天 身体倒是累了 倒头就睡 本以为能一夜无梦 突然被一股富裕的一厢唤醒 夜凉如水 我披上万衣 寻着气味来到了摘星塔 摘星塔是战星师开坛祭祀 求福问雨的禁地 今夜却无人看守 太子站在塔顶 平澜眺望 万里无云 残月如沟 天空泛着鬼诀的降紫色 忽有电闪穿云过雾 我走到太子身边 殿下睡不着 莫非也患了什么婚前恐惧症 太子笑着摇了摇头 坊间说 男女双方婚前不宜见面 否则 其实是小鹅说的 我实在尴尬 无话找话 啊 玄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那鸟鸟为何没转身离开 反而登楼见我 桂花香笼罩着整座摘星塔 宫内却无一珠桂花树 难道我要坦白 自己被气味吸引过来吗 那蛇王入梦的事 岂不是当场败露 干脆用恰巧路过的借口 搪塞过去算了 姑不信 我 玄容转身望向苍茫的天幕 不信鸟鸟对我 没半分情意 好一个答非所问 方才还以为他能读心呢 刚松一口气 眼前一按 玄容突然叹过身 将我压到扶栏边上 双手抵在我的两侧 我被捐进他的怀中 梁月斜照 太子的唇一点点靠近 我呼吸一蹴 身体下意识往后躲 半个身子都掉出围栏了 炙热的吐息 堪堪停在我的唇边 玄容 你在害怕 未等我回应 身体舒然一抖 不 不是我抖 是塔在抖 整座摘星塔在晃动 地震了 玄容护我匆忙下塔 回到地面 晃动才停歇 太子送我回寝宫休息 安抚我 莫要担心 后半夜 我又梦见那双赤红的蛇童 只是这次 大蛇不再靠近 哀伤地盯着我 醒来枕边落满了桂花香 终于熬到大婚当日 幸好天公作美 晴空万里 太子玄容身着正红金丝免服 成华盖作与出发 锣鼓喧天 普天同庆 十里红装 奉官侠配 迎亲队伍阵仗空前绝后 沿途受百姓朝拜 受文武百官 各方使者祝贺 我与太子在摘星塔上 盼低声提醒 全程有惊无险 眼下只需应付完 入夜后的家宴 我便正式成为 人族的太子妃 哪怕日后太子登基 想重新立后 我也不在乎 甚至更欢喜于 能重获自由 到那个时候 攒下的银两 跟我下半辈子 一是无忧了 想到这 我胃口都变好了 结果我刚动快 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姚渊携新婚大礼 踹开了大殿的正门 皇帝 别来无恙 众人哗然 没被邀请的蛇王姚渊 竟敢堂而皇之 高调现身 幸亏陛下和皇后 早早离席 不然一家四口 撞个正着 得多尴尬 宫中早有流传 太子玄荣与蛇王姚渊 是同父一母的亲兄弟 当年仁皇还是太子时 风流成性 周游四海 到处结识知己红颜 期间与南疆的蛇族之女 海誓山盟 有过婚姻之时 可区区蛇族 岂有入人族族谱的资格 蛇女死后 其子也曾被接回宫中 很快试了踪影 如今消失已久的蛇王 突然出现在弟弟的新婚家宴 难免引起诸多猜想 姚渊不以为意 大摇大摆走到店中央 她一袭红衣 丝毫不顾及颜色冲撞了喜福 银发随意挽起 面若桃花 一颦一笑 了拨人心 看得在场未婚配的人族女子 纷纷修难 低声议论 等众人发现 姚渊身后还跟着一旦子一女子 才失望地收回视线 那女子身材高挑 模样清秀 眉间一抹朱纱 再过三月桃花 举手投足 净显蛇族媚态 看来姐姐的主动 也没换来蛇王的偏爱 这一世 蛇王身边另有其人 从蛇王出现起 我便在玄戎旁垂眸静坐 努力克制心底的巨异 除去那些梦中模糊的意想 这还是我重生后第一次见到姚渊 上辈子折磨我无数个日夜的男人 如今每人在怀 与我再无瓜葛 我理应卸下心房 却依然感觉到 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 审视着自己 浑身发麻 蛇王拎着一壶美酒 与子依女子 走到我与太子的案前 本王代表蛇族 助太子和 蛇王凤眸微眯 扯出一个漫不惊心的笑 和太子妃洗劫良缘 百年好合 她又放肆地勾勒眼 我平坦的小妇 早生 贵子 一旁的蛇女跟着向我敬酒 太子替我接过玉杯 爱妃身体不适 孤待至 我差点忘了自己害喜 蛇女欠了欠身 倩意一笑 我忍不住多看她两眼 她的五官面相 竟有七分似我 似乎还是个哑巴 一个可怕的想法 破土而出 蔓延自掌 我的后背泛起一股寒意 玄蓉见我脸色煞白 在桌下握住我的手 俯身低语 鸟鸟不防心形休息 今日累坏了吧 我摇摇头 不想在蛇王面前 表现出一场 玄蓉不再多言 只是更加照顾我 贵为太子 她亲手为我包虾 夹菜 替我挡酒 无微不至 姚渊坐在正对面 闷头喝酒 紫衣蛇女为她不菜 给她端酒 而她的目光 却落在我和玄蓉交叠的手上 蛇王手中的玉盏突然碎裂 我吓了一跳 分了神枪进了茶水 玄蓉立马放下玉筷 轻抚我的后背 蛇王舒然起身 太子妃的身体看似单薄 无怠了蛇族新炼制的大补药酒 今日不防一世 一个婢女出裂 怀抱一胡 哆嗦着走到我跟前 她身着不合体的群肠 真久的守不住颤抖 我看了一眼 大为震惊 竟是我失踪许久的姐姐桑云 她看似迅速苍老了十余岁 皮肤暗沉军裂 还爬了一层可怕的暗纹 眼眸浑浊 清光乍现 比那紫衣女子更像蛇族之人 这副模样的人 上辈子我在蛇宫屡见不鲜 为了留在蛇王身边 成不了枕边人的姐姐 竟选择成为蛇宫的药人 她恨恨地盯着我 嘴角扶过诡异的笑 她失手把药酒 拖到太子身上 跪下求饶 玄蓉只能起身更衣 随后姐姐也不见踪影 我心神不宁 发现蛇王症 饶有趣味地看过来 仿佛在等待好戏上演 我决定跟过去一探究竟 发现姐姐和太子 孤男寡女同在偏殿 独处一事 姐姐已脱下自己的衣服 露出赤裸的背 太子殿下 我才是你要娶的太子妃 姐姐的腰窝处 有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胎记 我趴在门缝上看得入泥 想着姐姐这箱又要唱什么戏 腰肢一疼 有人从身后把我拥入怀中 大道的桂花香将我团团包裹 一颗微凉的脑袋埋进我的颈窝 娘娘 我好想你 我全身僵硬 克制身体对她下意识的反应 沉声斥责 皇兄 请自重 自重 紧贴后背的胸膛发出闷笑 我倒是挺爱听你喊我皇兄 我们还没试过 真忍不了 我猛然转身 一脚踩在蛇脚上 蛇王非但没躲 还得寸进尺地捂住我的嘴 将我抵在门上 担心屋内二人察觉 我不敢动作 只能恨恨瞅着瑶渊 没想到 我弟友如此容忍胸襟 连你有了孩子都不肯放过 果然是这条坏蛇搞的鬼 不知温泉那日 他在我身上下了什么药 让太医误诊 屋内传来两人模糊的交谈 大抵是太子言辞利瑟 让姐姐把衣服穿回去 今日之事看在我的面子上 当没发生过 我的妻子 只有丧鸟一人 瑶渊懒得听下去 抱着我飞到别处 正好 我也不想在此处跟他争辩 他把我带到摘星塔上 昨夜塔楼的异动 是你弄的 蛇王笑得肆意妄为 对 鸟鸟真聪明 我不方便现身 总不能看着他亲你 真是疯子 瑶渊 我决定跟他摊牌 我知你与我一样 记得上辈子的事 但如今 我已嫁入东宫 我们缘分已尽 别再纠缠不清了 瑶渊目光冷了下来 若我非要 我叹了口气 上辈子我是你的蛇后 任你折磨 我因你而亡 你一替我复仇 还了我一命 恩恩怨怨 算两清了 两清 你说了算 你宁可躲在东宫 仰仗我那软弱无能的皇帝 也不愿回到我身边 有些事 我想亲自确认 还需留在太子身边 对 行 话已至此 瑶渊不再多言 他翻身越过围栏 从顶层纵身一跃 消失无踪 我理了理 被蛇王缭乱的领口 自行回到寝宫 坐在洗床边 我抬头看向窗外 正月十五 好一个花好月圆夜 后半夜 我等到快酣睡过去 太子才摇摇晃晃地走进心房 他喝得鸣顶大醉 我刚准备给他倒碗解酒汤 手腕被他牢牢扣住 太子目光忧伸 定定地看着我 眼前天旋地转 玄蓉一把捞住我的腰 将我抱到洗床上 瓜子莲子散落一地 喝醉的人力气大得不像话 我频频挣扎起身 膝盖立马被扣住 动弹不得 玄蓉了起我的发饰 似乎发觉好玩之处 把玩在掌心 金步摇清脆作响 我冷静看着身上的男人 手往枕头下探去 鸟鸟 明明是我先遇见你 为何你眼中只有皇兄 我不想跟罪鬼打雅谜 直接问 殿下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刚认识吗 不 年幼时 我在宫外遭遇伏击 是你救了我 寻常人揭具我可不得鳞片 唯独你把我护在怀里 带回家悉心照料 哪怕我一开始受到惊吓 咬伤了你 后来我被带回宫中 却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听得稀里糊涂 一些儿时的记忆 逐渐拼凑起来 小时候 我因流言蜚语 梧桐林人愿意我玩耍 我只好跑到山上躲起来 我在山野间 救过被咬伤的迷路 救过被鱼钩 弄得口破血流的锦里 爬过树 救过鸟 但没救过长鳞片的小孩啊 太子殿下 您不是人族吗 怎么会 话音未落 撑在两侧的手臂 泛起柔和的金光 玄蓉的手臂 浮现出层层叠叠的鳞片 他的脸上 也涌出层出叠线的灵纹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 太子不是人 我拼命挣扎 半人半瘦状态下的玄蓉 轻松将我制服 鸟鸟 对不住 今日看皇兄对你的态度 我失言了 他的五指长出锋利的尖刺 轻轻一挥 我身上的喜福 碎成千万段 压倒性的力量 令我从心底生出恐惧与绝望 忽然 寒风掠过 屋内红烛扑灭 一股桂花香夹着浓烈的血腥味 破开房门 身下的洗床被一分为二 太子不得不停下动作 将我搂到怀里 玄蓉小子 你 敢碰他 音力之声 仿如地狱传来 蛇王立于窗前 银发凌空飞扬 眉眼下方染上不知是谁的鲜血 他的掌心盘着两三个发光的球体 定睛一看 那是人族的内丹 人若没了内丹 轻则沦为废人 无法炼化飞升 重则当场暴毙 衰竭而亡 你的暗卫重新炼一批吧 难怪都杀到跟前 也未见暗卫冲出来护主 他竟在那么短时间内 把大内高手处理干净 黄兄夜闯我与鸟鸟的洞房花竹叶 玄蓉一字一句道 是想观摩学习吗 姚渊仰头大笑 从怀里摸出一个腥臭的袋子 扔到我跟前 一颗浑浊的内丹滚了出来 这内丹毫无灵力 普通至极 主人还是个老狱 好家伙 姚渊把我拿老母亲的内丹给掏了 我当场吐了出来 只见蛇王从腰间抽出软鞭 凌空一甩 银鞭一下卷上我的腰 将我带到他的怀里 蛇王双目寒情 轻拂我的头发 将我绑到安全的地方 乖 别乱动 等我处理完 一起回宫 姚渊 你想做什么 来找我的好弟弟 算算两辈子的账 尘土四起 模糊了十五的月色 玄荣眼看我被强行带走 被彻底激怒 她化作游龙 与同样化为蛇形的姚渊 在月下相互厮杀 姚渊提前设了结界 以至于两人打得你死我活 依然见不到皇家救兵 眼看玄荣渐渐落入下风 看似不敌姚渊 龙鸣悲怆 想撤夜空 蛇王穷追起后 下手丝毫不留情 我被姚渊绑到摘星塔上 眼看着两人死斗 我想挣扎束缚 可越是挣扎 银边越陷越深 只能盯着前方万分焦灼 身后骤然剧痛 姐姐不知从何处冲出 一刀捅进我的后背 她笑得癫狂 在我伤口上转动刀柄 生生画了个圈 我疼得差点失去意识 蛇王为了讨好你 掏了母亲的内丹 这一刀是替她报仇 姐姐猛然抽出匕首 鲜血喷涌流入摘星塔的地面 没想到你的血还有点用处 我疼得两眼发黑 瘫软在地 却见血顺着地上的暗纹流淌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准备给玄容致命一击的蛇王 发觉异常 不顾一切 奔向摘星塔 巨大的蛇尾 卷上我的腰 将我甩出法阵 不知有谁指着天空异象 惊呼 视角蛇阵 摘星塔轰然倒塌 尘土飞扬 摘星塔露出不可撼动的本体 竟是一个可镇压万寿的法器 蛇王遥远斧倒在地 被铁塔定住七寸 口吐鲜泻 由我血液铸成的阵法 正不断抽取他的灵力 阵法已起 雷电劈落 被法器镇压住的蛇王 只能硬生生承受每一道天雷 大量鳞片瞬间浇黑 从蛇身上剥落 摇渊再也无法维持形态 半人半蛇的身躯 趴在阵眼上 玄容眷狂大笑 皇兄 最后赢的人 是我 从这一世的相遇起 太子的猎物从来不是我 而是他同父异母的皇兄 此时已奄奄一息的摇渊 我只是狩猎蛇王的诱饵 我虽被摇渊救出 姐姐捡起一地的内丹 往嘴里塞 吞噬内丹 修道者能突破上线 凡人能永保青春 姐姐为了恢复美貌 竟生吞了自己亲娘的内丹 果然只要是内丹 就是好东西 她兴奋地盯着 慢慢消失的要人疤痕 跑到玄容身边邀功 太子殿下 你看我现在的模样 好看吗 能不能成为你的 嗯 玄容目不斜视 大手一挥 姐姐如同一块破布 被甩到一旁 细细地脖子一歪 一下绝了气 下一个献祭她王位的 该轮到我了 忽然 下腹燃起灼烧之意 仿佛有什么东西 不受控制的 要从体内逃离 脑内响起一个模糊的声音 是时候 物归原主了 所有的记忆 终于拼成一幅完整的画卷 那年 我不仅救了年幼的玄容 还救了小瑶渊 瑶渊未报恩情 把一半内单PO给了我 临走前 小白蛇趁我入睡 落下亲吻 姐姐 等我 定回来接你 多年后 她派出亲信 打探我的下落 黑蛇寻到人后 自作主张 想为蛇王新婚业助兴 以魅毒做下记号 谁料这不靠谱的黑蛇 上辈子咬错了人 我被毒雅送至蛇王身边 无法言明真相 这辈子咬对了 而我却被太子就走了 终究错过 如今 蛇王生命受到威胁 内单认主 欲从我体内剥离 回归本体 当初瑶渊担心 他不在我身边 旁人觊于灵蛇内单 封印了内单气息的同时 也封印了我部分的记忆 其中包括我重生的真相 瑶渊飞寻常白蛇 其真身为上古灰蛇 传说灰蛇每一百年历劫一次 五百年飞升为骄 千年后终成九天应龙 上一世是灰蛇第五个百年 只要历劫成功 即可飞升 可瑶渊放弃了 他以五百年修为 以身为绩 换我重生 灰蛇陨落 只为一人 我以为上辈子 我和瑶渊两亲了 不曾想到 这重生的机会 是你几百年修为换来的 我欠你 还不玩了 如今能助你的 唯有这个了 我捡起地上的敌手 偷出内单 而属于灰蛇的一半内单 瞬间归位 回到蛇王体内 刹那间 红光乍现 得到完整内单的灰蛇 发出震天思明 一下震开了铁塔法器 而灵片剥落的地方 迅速自长出新的灵片 蛇身光洁如出 灰蛇红毛森寒 盯着惊恶的游龙 张开血盆大口 蛇王咬住游龙 直冲九霄 又将其甩下云层 玄戎不敌对手 从空中跌落 重重摔落在我的脚边 太子的诀变残破 狼狈不堪 鸟鸟 救我 他爬到我身边 抓住我的群居 盯着我被剖出来的内单 他懒道 只要你把内单给我 我定能打败那条恶蛇 我甩开他的手 一半也可以 给我一半就够了 求你 你以为我跟愚蠢的姐姐一样 听你三言两句的窜多 就为你赴汤倒火 需要凤女之血 事到如今 他还把所有的过错 推到死人身上 玄戎盯着我手中的匕首 似乎想到什么 墨地大笑 鸟鸟是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我的 这把藏于枕下的匕首 原本就是为了在新婚之夜 防备他的 我伪装成好吃懒做的模样 就为了今夜这一刻 自己的仇 还是自己抱更爽 从你就我的那一刻起 深山野林 他怎么会那么恰巧 路过蛇坑救下我 明明有大片的皇家猎场 可任其狩猎 却偏偏来蛇王的地盘 就如提前知道 我会在那出现一样 我看你也记得 上辈子自己做过的事 我冷冷道 其他的不必多言 那日 小鹅城上的太子 披住过的宾客名单中 多了一个名字 那一脉的所有人 我画了灰都记得 霍乱东海的娇人一族 我才知 你与娇人交情如此之深 想必上辈子娇人作乱 是你安排的 对吧 玄戎不甘心道 可我没想过要害你 真的 鸟鸟 都怪皇兄 养在后宫的蛇女善渡 才害你和孩儿惨死 是吗 姚渊冷笑 可我PO了那毒妇的内丹得知 上辈子 是你让桑氏和她的女儿 去勾结蛇女 内丹由精魄所致 承载着多事记忆 一探便可得知前世今生 我亲爱的弟弟 你就那么怕我吗 姚渊一脚踩在玄戎的肩上 当年姚渊生母难产早死 她被接回宫中 寄养在皇后膝下 与太子玄戎一同长大 玄戎自小体弱多病 而姚渊聪慧过人 英勇善战 令人皇刮目相看 皇后表面贤德 暗地嫉恨蛇女魅惑陛下 但下子嗣 一直等待机会 除掉更加优秀的蛇子 二人上山遭遇伏击 被打回原形 我意外救了他俩 玄戎被早早接回宫中 皇后又给人皇吹枕边风 说占星师补了一挂 说二王子皆具王者之气 但一山不能容二虎 两人同存只会两败俱伤 人皇便不再过问 失踪的另一个儿子 姚渊年纪虽小 但深知皇后容不下他 自行南下 自立门户 随着蛇王在南方的威名建起 太子玄戎也不能寐 上辈子 太子玄戎担心有一天 哥哥会卷土重来 应了那个预言 抢走他的王位 他深知东海对姚渊的重要 暗中让娇人在东海作乱 又放出我临盆被害的恶号 想让冷静沉着的蛇王乱了方寸 死在战场 没想到姚渊如此厉害 彻底解决了娇人的纷扰 火速赶回 可惜终究慢了一步 这辈子 他利用姐姐的攀附之心 借刀杀人 不曾想到 那痴情的蛇早将一半内丹送我 玄戎爱的 是他身为龙的尊贵 当初选择我 只因我身负奉印 不管是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 你爱的 有始至终 只有你自己 我一步步走进自私的太子 捧住他颓然的脸 低语道 还有一样 可表明你的真心 玄戎眼眸一亮 顿起生机 只要你说 我定能做到 我要 你的内丹 佛珠洒落 檀香尽毁 我抹掉匕首上的鲜血 捧着新鲜 剖出来的内丹 仔细端向 虽是条歹毒的龙 内丹倒是金光灿灿 我一口吞下 四只百孩注入暖意 畅快 老娘活过来了 真正的 游龙墨 结界破 皇城满目疮仪 人皇和皇后 自知当年愧对蛇王 如今东窗事发 早已弃城而逃 我回到寝宫 寻回自己攒下的金银珠宝 发现小鹅给我留了封告别信 昨夜我多次暗示小鹅 等我大婚后 他不妨出宫看看 寻找自己的良缘 如此看来 他是听懂了我的意思 在皇宫被毁时 趁乱逃走了 我扛起沉甸甸的包袱 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 突然角膜不动了 低头一看 某条白蛇 正不知廉耻地 缠住我的脚踝 我一手抓起白蛇 反手要丢出去 等等 这个大小 这长度 这个手感 蛇王变小蛇了 话说故事 要从一个女婴的诞生说起 女婴身父凤印 出生那年 偏降祥瑞 占星师预言 得凤女者 得天下 各族争抢子女 其父母带着女儿逃跑 好不容易摆脱沿途的追杀 却倾信了表面朴实 实则另有所图的村妇 村妇毒害夫妻二人 将墙堡中的女婴养在身边 村妇原本想卖掉女婴 意外得知凤女一说 便对比着女婴身上的胎记 在自己女娃身上 唠了差不多的疤痕 希望有朝一日 亲闺女能凭借贾凤印 嫁入东宫 成为未来皇后 因害怕女婴身份暴露 村妇编造 她是不祥之人的谣言 后来 自己女儿被蛇咬伤 毒妇竟将凤女毒雅 献给蛇王 善恶有报 其女毒虽解 但蛇毒身重 其冒丑猙獰 进攻纯属痴妄想 而被毒药的凤女虽不能言 却受蛇王毒宠 封为蛇后 母女二人认为 是凤女夺了她们的运势 害她们致辞 恰逢东海爆发内乱 有人找到了她们 接着呢 对呀 那英毒的母女 最后怎么了 说书先生对众人的反应 非常满意 抿了口粗茶 只善一合 悠悠道 欲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又是这句 你就不能一口气讲完吗 台下怨声连连 但还是争先恐后 抢定明日的作息 一年前 人族王朝一夜之间 分崩离析 皇宫大火 整整烧了七天 只剩一片废墟 曾是全京城最高的摘星塔 轰然倒塌 坊间流传了各种版本 其中最受欢迎的 要属小龙姑娘出品的 凤女复仇记 我听完故事 放下碎银 心满意足地离开酒楼 手中的竹篮 传来稀碎的声响 我拍了拍篮中 蠢蠢欲动的东西 让它莫要乱动 我的戏份 怎么只有蛇王 读宠四个字 蛇王不满道 MBSP 自我离工 就被某条小蛇缠上了 与玄龙厮杀 逃离角蛇阵 遥远的灵力已耗尽 无法维持人形 成立一条稍微比尼丘 强那么一点的小白蛇 路过的鸡 都能啄它两口的程度 我于心不忍 还是把蛇捡回去 先养着 小白蛇了睡一年 才缓缓睁开眼 醒来缠着我的手指头不放 不断用灵巧的小蛇 舔视我的指尖 这模样 倒是比长大后讨喜多了 我想起上辈子无聊时 也在蛇宫养过一条小青蛇 那时我在蛇宫无人可诉 无言可诉 终日孤独 看上别的蛇 小白蛇吃醋的咬了我一口 我比划了遥远的长度与粗细 怎么越看越像我养过的那条 喂 你是不是上辈子那条 自己跳进墨青 被染了色的唇蛇 小白蛇停下咬试 沉默撇过小脑袋 上辈子你白天闭门不见 是因为变成小蛇了 小白蛇气恼 又咬住我的虎口 闷声道 你们人做身子娇弱得很 还规定晚上才能干那当事 你又一点自觉和分寸都没有 大白天还喜欢乱摸我 只是恶人先告状 难怪上辈子蛇王白天巨人千里 入夜后像中了媚毒 原来那条小青蛇 就是遥远白天的化身 上辈子我还是个哑巴 经常以纯语 跟小青蛇吐槽蛇王的种种 什么只会瞒进 动作粗鲁 毫无技巧 摸上去浑身冰冷 毫无手感可言 后面蛇王越来越会磨人 为我温热的桂花酒暖身 是把我的话都听进去了 你身边的紫衣蛇女 怎么不来伺候你了 哼 她是我族最厉害的医荣师 公党 那日跟我进宫 是为了接走你身边 那个叫小鹅的婢女 那后山蜜泉边的玄衣人 还有每夜闯入我梦的恼人家伙 也是你 你有我的一半内单 自然能经常梦到我 那日我在温泉为你服了我族蜜药 制造假孕的卖相 本想让玄蓉那臭小子直男而退 没想到他竟敢 我拍了拍小蛇 上辈子他喝你喜酒 这辈子你喝他的 不亏 遥远 我过上养老养蛇的清闲日子 大江南北的美食实在太多了 饮两吃光后 我想起小鹅提过他家乡的趣闻 于是摸了摸躺在腿上的小白蛇 低声轻哄 我的好蛇蛇 今天得出门干活了 我挑了即是人流最旺的地方 屁股一坐 蛇惯一哥 大声吆喝起来 走过路过别错过 只需一个铜板 上古灵蛇为你起舞 我拿出树笛 开始演奏 生活不易 蛇王慢异 遥远气到不行 在我期待的目光下 还是任命的扭了几下 晚上 我乐呵呵的数着铜板 蛇王碍于面子 晚饭也不吃 蜷缩在被子中 绝食抗议 算了 的确有伤你蛇王的尊严 我点了点这些天传的树木 小鹅说 猴族也会表演 方才路过街头 好像有只小猴卖身脏腹 我去看看 腰肢被缠得死死的 不许去 低雅沉郁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拢住 我扭头一看 心头一颤 你能化人了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蛇王结实 精瘦的腰身 鸟鸟要不要试试 我恢复的如何 果然有了两辈子经验 这条坏蛇更会利用两辈的优势 磨得我彻夜求饶 我摸过它清晰的眉骨 鼻挺的鼻梁 薄情的唇 最后划过它的薄梗 想起上辈子它折磨我的手段 我不甘心地仰起腰 冲了那上下滚动的喉结 一口咬了下去 蛇王闷哼一声 浓郁的桂花香炸开 银发从它的肩头滑落 它再次俯下身 我的眼泪不断渗出 很快被铁饰殆尽 当晚 我嗓子寒哑了 第二天浑身酸痛 自是没力气吹笛卖艺 对比筋疲力尽的我 蛇王容光焕发 银发高速 一脸石宝燕足 他把我抱上马车 车内早已铺好柔软的坐垫 马车挺宽敞的 路途遥远 不如 我一脚把所求无度的蛇王 踹出马车 被赶出来的蛇王不气不恼